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开拓你好 我是王润泽 很开心与你相遇 在我成熟的时候 遇见不成熟的你 看着你发生的故事 品味着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想我应该走进了你的内心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林开拓这个角色 他跟我之前演的那么多角色中 差距最大 也是最有挑战的 同时是最具有个人色彩 我很轻点 你们俩一起打篮球 因为他的整个角色的 人物的厚度跟精力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个角色 3 2 戏里面 两个字我幼稚 对 总爱跟我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也爱跟何欣争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到最后才发现何欣是 他自己想要的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何欣是不是告诉你说我约望他 他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说走就走 林开拓在戏里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拿得起放得下 你干嘛 帮我下来 我觉得我跟林开拓有一种像 认识很多年的感觉 然后我们的交友方式呢 就是互相损对方 最佳损友吧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他会有一点高冷的感觉 相处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挺开朗的 很爱说土微情话 我喜欢你 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谢谢你 告白之路很坎坷 但也挺好的 今天只会被拒绝一次 我觉得他非常认真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认真 我觉得他成长很多 他是我见到我觉得 这个年纪里面这么用心认真的 演员是比较少的 演示用这个去数了 演示自己心里的果案 初期的时候 我写了《人物小传》 还有整个剧情的发展 和每个人的关系 给导演看 然后跟导演交流很多 所以其实对林开拓这个人物的 把握度会更大一点 王润泽呢属于半心人马 很努力 非常努力 我们私底下沟通很多 平时他没有戏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也会聊 这个角色怎么演怎么演 是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 他有时候自己会一个人在角落里面 设计一些动作呀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努力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 而且都是为了跑步 饰演林开拓的这三个月里 我觉得林开拓他对我有挺多帮助跟成长 我觉得我更开始地去接纳了自己 非常感谢林开拓 天里有只小青蛙 成双成对了哈哈 不知公母要干嘛 邪尔仗介终天涯